实力期调整边缘命令 那么使用调整边缘命令呢 可以对选区进行更加细致的调整 比如说调整选区的这个边缘 语化选区等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一些调整边缘命令的使用案例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内容 使用调整边缘命令扣除毛发 打开随时光盘的存在文件 找到这个毛发扣除的图片 那么打开之后呢这是一个小猫的图片 我们选择快速选择工具 将这个小猫选中 那么选中之后呢可以看到这个毛发呢 没有很好的被选择 这时呢我们可以选择调整边缘命令 选择之后呢我们把它半径调大 可以使用它的这个边缘呢更加细致 然后它的这个移出边缘呢 我们可以做一下稍微的移出一些啊 不要太多 太多了我们稍微20 稍微20 然后呢我们不做平滑 语化也不做 对比度呢我们可以适当调整一下 然后呢我们选择确定 那么通过一次的这个操作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周围的毛发呢 没有很好的被选择 这时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椭圆工具 将眼影这个区域呢 先填入到选区当中 然后呢我们再次选择 开始选择工具 选择调整边缘命令 对对象呢作为边缘调整 半径我们再调整一下 半径放大 然后呢这里的这个平滑不操作 雨化不操作 那么这个对比度呢 我们可以适当的看一下 然后呢完成之后呢 我们看一下这真的半径 确定 确定之后呢 毛发还没有选择好 我们再次执行一下 需要多次的执行这个 这个操作内容 不能实行平滑操作 然后呢选择雨化 有部分的这些雨化 然后呢把边缘呢 再往外调整一下 边缘调整的话 可以把这个周围的毛发 全部融合在这个区域内 然后呢确定 再次执行一下 我们多次调整一下 那么大家帮我们下个了 我们在调整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把这个周围的毛范 融合在我们的对象当中 确定 确定之后呢 生成这样一个选区 然后呢我们打开图层 把这个背景图层呢 变成为普通图层 然后呢我们这时 可以按照这个Candroid加G 复制一下当天的图层对象 按两次 复制出两份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第一个图层 和最后一个隐藏一下 显示中间这个图层1 那么显示中间的图层1之后呢 我们生成这样一个图层效果 然后呢我们 选择图层1 选择图像 调整 做一个去色操作 图像去色 然后呢我们选择图像 调整 亮度对比度 增加它的亮度 然后增强它的对比度 是我们这个 小猫的这个 边缘呢 更加 对比度更加强一些 然后单击确定按钮 下面呢我们使用橡皮擦工具 把这个边缘呢 一些杂边全擦除掉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 不特明度和流量调到最大 进行擦除 在擦除的时候呢 为了保证擦除是干净的 我们可以新加一个图层 在这个 图层1的下方 然后呢为它填入一个颜色 前景色我们设置为这种颜色 然后呢按着这个 out加delete键 来填充这个前景色 填充之后呢我们再用橡皮擦来擦一下 取消一下啊 我们当前呢要选择这个图层1 擦除一下这个边缘的这个杂边 在擦的时候呢我们先把这个外边的杂边擦除一下 擦除完成之后呢我们修改一下它的图层明度 调低一些 调低之后呢我们再把这些啊 边边的边上的这些毛呢 做一下这个擦除 擦的时候呢尽量慢一些啊 不要擦太多 擦太多的话可能就出现这个湿针的现象 然后呢这毛发基本上扣除差不多了 扣除差不多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于这个曲的颜色呢我们可以多单击几下 然后呢我们来选择图层1副本 然后呢可见 选中之后呢我们选择这个 添加这个添加实际模板这样一个选项 这个按钮我们单击一下 这是一个图层模板 我们取消 看出加D 看出加Z取消一下 然后呢我们使用这个画笔工具 涂抹一下 那么我们涂抹这个周围的这些区域 在涂抹的时候呢可以发现 如果我们进行大命令涂抹的话 可以发现这个图像的会发生明显的这个颜色变化 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取消 将这个不透明度做一下调整 然后呢我们在进行使用笔的时候呢选择第一个笔 先选择这个第二个笔 然后呢把这个边缘呢取除掉 去的时候呢我们先把这个不透明度调高一下 然后呢我们选择这个效果 调低一下不透明度 调低一下不透明度 调大一些 将它的周围呢擦除掉 由于本身的下面有一个底色的这个毛的这个影响 所以说它们在擦除的时候呢 不会出现整个小猫被擦掉的一个效果 而且我们使用的这个笔呢 还是属于这样的一个笔样式 这个揉边缘的一个笔样式 所以这样擦的时候呢会比较柔和 那么擦除之后呢可以看到 这是我们最后中擦除后的一个效果 整个小猫呢被选中 它的这个周围的这些毛发呢 大部分呢还被保留下来了 这样擦之后呢我们可以选中图层 做一些合并操作 要求鼠标 选择合并或者是拼合图像 确定 图像被拼合 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按这个开设加Z取消一下拼合 让这个背景层去掉 只留下这两个层次 把这两个层做一下拼合 确定 最终呢可以扔下我们 构成我们这个对象 在进行拼合的时候呢 我们把这个底下的图层呢可以全部删除掉 这样的话拼合之后呢不会产生一个白色的图层 确定 然后呢图层做一个合并也可以 拼合也可以 可能会合并更好一些 合并一下 合并之后呢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生成效果 小猫呢 它的毛发基本上被扣除出来了 好这是我们介绍的这个 使用调整边缘命令 扣除毛发的一个案例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调整边缘命令 输出方式的介绍 那么在我们这个Photoshop当中呢 使用调整边缘命令的时候呢 你可以试一下生成一个选区 使用调整边缘命令的时候呢 在下方呢有一个输出方式 选择一下有这个选区 图层蒙版 还有新建图层 新建带有图层蒙版的这个图层 新建文件 那么还有这个新建带有图层蒙版的文档 这几种模式 我们可以对这几种模式呢 来分别做一下介绍 那么演示介绍的时候呢 我们选择一个随住钢盘的素材文件 来进行展示介绍 12这个文件 我们使用快速显的工具呢 像中间这个对象的全部选中 我们大概再选一项 这样的话我们草莓被选中 按照Ctrl-Ctrl-I 反项选择一下 草莓被选中 然后呢我们选择调整边缘命令 这里呢这个选区就不用介绍了 默认的显示为选区的样式 我们选择这个图层蒙版 选择之后呢单击确定 可以发现呢 会将这个选区呢生成为一个图层蒙版 在这里 取消 然后呢我们使用一下第三个 新建图层 确定之后呢 会将这个选区内的对象呢 新创建一个图层 原来的配影层呢会被隐藏 取消 然后我们选择第四个 新建带有图层蒙版的图层 确定 新建图层 原图层呢被隐藏 那么新图层呢带有一个图层蒙版 取消 还有这个新建文档 那么会创建一个新的文档 使用一下 这里呢可产生一个新的文档 文档名称呢叫做未标题的5 原文件呢叫做12.gpg 这是我们选择的这个第 第五个内容 那么第六个呢新建带有图层蒙版的文档 那这个呢我们又不再演示了 好这是我们介绍的这个 调整边缘面证输出方式的 六种选择 那么以上的是实地期调整边缘命令